現年31歲的湯樂文早年拍攝愛回家時 撻著港男出身的羅天宇 兩個人拍拖四年曾傳出分訊 不過今年3月他們宣布和平分手 而脫大約半年的靚湯感情雖然未有著落 不過他都不受寂寞 見他常約他的好姐妹 好像岑恨賢和蔡司貝等人出街吃喝玩樂 還搞到他爆漲了不少 喇喇喇 就好像這二日 那大概傍晚6時多左右 他獨自現身九龍區商場逛街 還以黑色直甲襯衣和牛仔褲上陣 發幅了的他連帶上圍都豐滿了不少 沿途見他不斷在弄自己的胸口 到底什麼事呢? 原來靚湯的咪咪迫爆三樓 之後他入了一間店鋪專攻牛仔褲 他屬狂逾挑選心頭號 他一手帶著幾條牛仔褲 根本就無瑕兼顧他的胸口 搞到大老黑色屁股舌邊 不過他就一於小力繼續挑衣 最後還掃落一堆戰利品 時隔幾天,靚通又出動了 今次他就相約岑恨賢齊齊逛街看電影 當日他雖然耳顯瘦的全黑輪上陣 但就和身邊短裙打扮的岑恨賢相差整個馬 他們兩個在電影散場之後再在商場逛了一輪 期間又去了時裝店看衣服 兩個人都沒有暫和就去了附近的店舖吃日本東西 之後再逗留多了一個多小時就埋單走人 所以說,女人脫妝無所謂 最重要有閨密陪你逛街買買買,那就最開心了